那我们今天做简单一点 麻辣鲜尸 万老师 郭玉琴要上课啦 今天不教英文 不教历史 要教怎么做 袖珍玫瑰花 这都你做的啊 全部 全部好看的了 看到郭玉琴自己做的袖珍小屋超精致 范芸和身边的吴丽华和罗美玲 惊讶得张大嘴巴 赶紧猫起来认真学 别看着纸粘土 压一压 好像很简单 委员们光是要做出一颗花心 就忙了老半天 我这个这样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委员们还是很有天分的 郭玉琴更说 不管是谁 只要想学 别客气 随时到她办公室去报到 那如果是 辣个男人呢 如果是一个韩国语员 不会 会教他 不会啊 帮你人教他 刚刚我有问到他 他其实很亲切呢 一直牵着我的手 然后还过 牵着你手 这边有清潮吗 没有没有 他就牵着手 还有我以为你是哪个大学生 这么年轻啊 真面碰上韩国瑜 郭玉琴想到自己选战期间 曾拍摄竞选广告 控制韩国瑜用膝盖走路 我后来有跟他自首 我说不好意思 我拍了那个广告这样 然后他就说 他说没关系 我了解 全球就是这样 两人意外大和解 聊天聊着聊着 抽迷你玫瑰花也完成了 但是我觉得做起来真的很开心 因为真的很疗愈 而且很有成就感 真的很适合那个 跨党派的委员一起来 是 大家 来抒压 开心迎龙年 民进党的女力们 要用玫瑰花 迎接一个喜气 有浪漫的好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静新闻 综合报道 大贼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静好新闻